好我现在给你看这个图你们肯定搞不清楚 你肯定看了一下就懵肯定就懵 我说过我今天要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导师 是我的引路人 至今也是我的交易的偶像 所以他曾经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包括技术上的指引 我今天也会把我当年在十几年前 我做交易十五年 我在十五年前 我是怎么样由他引我入门 然后我是如何发现 他是如何发现市场的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这个人叫利弗摩尔 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可以说这个人是投机界的鼻祖 投机界的鼻祖 我介绍一下他 这个人大概是18 189几年 我忘了具体哪一年出生 反正是18几几年出生的 然后呢 大概十几岁 是14岁还是十几岁啊 他是在波士顿的农村 出生的 没有什么文化 十几岁就到一个 叫在美国叫空中交易耗子 翻译过来是这样啊 实际上是个啥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那种 非正规的证券公司 你这么来说就认识就行了 非正规的证券公司 大家先我把这个图放在上面 你不用看懂啊 你现在肯定看不懂的 我待会会讲这个图的 我先放在上面 我先讲他的故事啊 给大家听 请大家了解这个人 他他在一个非正规的证券公司 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国内经常 还新新是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股指吧 听过没有 就是就是那种野鸡平台 对赌平台啊 然后你去交易 你交易 你交易实际上你赚的钱 就是这个股指八亏的钱 他不是你实际上 他你单子不一定报到这个交易所 是这个意思啊 他不是正规的证券公司 但是他的经营证券公司业务 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机构 他在你们干什么呢 他在里面抄写价格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所以他去用电报 就是那个时候交易所说有一个 比如说某某股票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图上有两只股票 一个叫美国钢铁 一个叫伯利恒钢铁 比如说美国钢铁这只股票 在交易的过程中 比如说一分钟出来一个价格 那么这一分钟出来一个价格 就会通过电报的方式发出去 发到各个证券公司等等 然后大家都收到了这个价格 然后就这个价格 要让大厅里面 所有的交易的人看得到嘛 所以他就把这个价格 抄在一个黑板上面 把这一只股票的价格 隔一分钟抄一个 他抄了一段时间 我具体多久我不知道啊 可能抄了一两三年吧 抄了几年之后呢 他从这些数字之间 找到了一些规律 注意哦 那个时代没有电脑 没有图表 没有K线图 没有 他仅仅通过一个一个一个价格 这一分钟抄一个 下一分钟抄一个 再下一分钟抄一个 全是数字 抄着抄着 他误导了一些东西 很多人就在这个环节 很多人在 我也在说 我也在学习利弗摩尔 我也怎样怎样怎样 你就问他 利弗摩尔当年到底发现了什么 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他发现了什么 只知道听故事 我可以把他故事继续讲 他抄了几年之后 他突然发现有一只股票要 要大涨 他自己又没有钱 因为他是一个学徒嘛 他的钱是 工资是很低很低的 基本上只能 只能胡个口啊 赚了一点点 几块钱 几美金 我记得当时是 然后他找了一个小伙伴 另外一个 他一个小伙伴 朋友嘛 两个人凑在一块 买了一股 买了一手吧 赚了 大赚了 那是他赚了第一桶金 赚了钱之后 特别高兴拿回家 这个时候 他妈妈以前是不支持他的 这个时候 他妈妈说 还不错耶 挣这么多钱 才支持他 开始做投机 那是他投机生涯的开端 其后 其后 他整个人生 他在一百年前 挣到了一个亿 据说一个亿美金 一百年前的一个亿美金 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据说他当时是全世界 最富有的十个人之一 全世界最富有的十个人之一 利弗摩尔 纯粹是通过投机赚到的 纯粹是通过投机的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就会 就听故事去了 说这个人这么传奇啊 然后后面就开始 当然他也有一些负面的 他的负面是什么呢 他整个投机生涯四起四落 每一次到了高峰 到了非常辉煌的时候 然后跌落 但是第二次 他又能东山再起再跌落 四起四落 非常传奇的生涯 最后他是在自己家的衣柜里面 自杀 所以非常非常传奇 关于他的故事就传得非常非常多 好 听到这里 很多人一听到自杀 就觉得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 他整个投机生涯 整个投机生涯 他几次都是从 非常非常小的本金 就比如500美金 就可以重新东山再起做起来 几次这个样子 肯定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东西 在投机的世界他发现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让他只要他想 他就可以不断的能够做起来 当然他也有一些他的短板 他有两个短板 我对他的研究其实是很深入的 我非常了解他 他有两个短板 第一个短板是他的资金管理 实际上是太激进 他的任何一次机会 只要他看好的 就全部压上去 仓位太重 碰到意外 就会遭遇重大挫折 资金管理是有问题的 第二点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事实上在我们 我们不能苛求他 因为资产管理的理论 在现代都没有很长的历史 没有很长的历史 在他那个时代 都没有什么资产管理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没有把他的财富进行分配 他没有把他的财富进行管 进行资产的配置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资产 像我们现代 现代 你可以把你的资产配一些股权 配一些房产 配一些文丸 配一些字画 配一些黄金 对吧 没有 甚至配一些其他的资产类别 配一些大宗商品 配一些信托等等 甚至一些实业 对吧 资产进行分配 但他没有 他的资产全部在金融资产里面 高风险的金融资产里面 所以就导致 他的资产没法稳定的 稳步的退升 只要碰到巨大的风险事件 或者是一些 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都会导致大起大落 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资金管理 一个资产管理 我认为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的技术上是非常好的 技术上是非常好的 大家想一想 一个普通人只要一次 不需要他四次 只要一次起来就可以了 是这样吧 你只要比如说你做资金 你做十万块钱 你做了一千万 对于一个普通而言 你做了一千万 你就可以把一千万里面分成五份 五个两百万 你可以买一套房子 可以再两百万干点其他的事情 再两百万可以做做其他的事情 再两百万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你可以配置的 如果你配置下来 你的资产不可能发生断崖性的下跌 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 所以利福摩尔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发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百年来 你要在华尔街做过很多次调查 说调查了很多很多基金经理 投资家 包括巴菲特 说这一百多年来你最推崇哪一位 投资家 得票率最高的 依然是利福摩尔 得票率最高的利福摩尔 好 我讲这么多 我想说的是 那利福摩尔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想讲这个 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秘密 其实我们以前看他的书籍 看什么股票作者回忆录啊 看一些书 好像都没有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 都是一些理念 技术上他发现了什么 其实我们很少有人去研究 我研究了 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究这些 就是 讲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 我只能讲一部分 可能就是实现的原因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他所有的发现 在这个堂口里面跟大家讲清楚 但是我会把他最核心的一些发现 给大家分享 那么在我确认这些东西之后 对我交易生涯是提升非常巨大的 好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图 是在有一本书叫股票大作手操盘数 这个这个书呢 其实非常非常薄 大概你看下来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看完了 字也非常大很薄 那么这个书其实前面的部分我倒没有什么太在意 因为具体的技术有时候过了 就是过了这么长时间 可能一些节奏方面的东西可能有一些变化 但是看到最后这一部分 就是他当时自己对股票 这是两只股票啊 他做的一个价格记录 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个图表实际看起来非常麻烦 就是他自己做这个表格 我先跟他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表格啊 我先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表格 你们估计看不清楚 看不看得清楚啊 我放大其中一张好不好 我放大其中一张给你们看一下啊 看不看得清楚 股票 这本书 我这个图表来自于一本书 叫我再说一次啊 叫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不是股票大作手操盘录 叫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这本书 他有两本书非常重要 利夫摩尔有两本书非常重要 一个叫股票作手回忆录 这个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两年之内发表的 是别人对他的采访 然后根据这个采访的过程 写的一个小传记体的一个一个 一个小说吧 你当小说来看就可以了啊 然后还有一本书 据说这个现在出版的这个署名 作者就是利夫摩尔本人 就是股票作手操盘术 股票作手操盘术 这个这个书啊 就是利夫摩尔本人写的 就是现在这个图表 就是利夫摩尔本人用的 所以我跟大家来看这个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很多人看完之后就放过了 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非常复杂 那么他里面的这个表格的说明都有十几页 就是怎么教你怎么读 读懂他的说明就有十几页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费劲啊 我是一页一页对照这个表格 把他看了一遍 我才搞懂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讲 大家来讲讲 大家从这个里面应该能发现出 利夫摩尔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 他天天抄价格抄价格 抄出什么东西来了 好我们看这个表格的上部分啊 这个表格的这个部分 你注意看这部分啊 他把他把一些走势啊 他把你看 他有些价格填在这一栏 叫刺激回升 有些价格填在自然回升 上升趋势下降趋势 自然回撤刺激回撤 他把价格这些数字 分到了六个不同的档 分到了六个不同的类别里面去了 对吧 他进行了一个分类 然后呢 你注意看 他有些数字下面没有横线 有些数字下面有一个横线 看到没有 这下面有一个横线对不对 有一个横线 这下面就没有横线 再呢 有些数字呢 是红色的看到没有 是红色的 有些数字是黑色的对吧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再看这一张啊 还是这个图 还是这个图啊 你再去看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它有些数字呢 它有些数字呢 加粗了 你看这个数字 黑色加粗了 这个数字呢 没有加粗 对吧 没有加粗 好 看到没有 好 他们这些所谓的什么加粗 什么红色什么下滑线 什么各个六个类别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待会会讲 我们先从大的角度来讲 我们先从这个表格大的角度来讲 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这里写了一个美国钢铁 他这里又写了一个薄力横钢铁 对吧 他这里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问大家这个东西是什么 叫组合价格 他把这两个股票搞了一个平均 加在一起除以二 搞了个平均 搞了个组合 是这样吧 搞了个组合 不是平均的 就是加起来 就这两只股票的价格给加起来 对吧 加起来 那这个什么东西啊 你觉得 他实际上他在干什么 来评论区告诉我 他在干嘛 他试图在干嘛 你注意 这都是开创性的 你知道 在站在他的那个历史时代 之前都没有过 他是第一个子干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他在干什么事情 你知道在他过去 在他在他死掉之后 过了十几年之后 又有一个人在搞这个事情 叫塔尔斯道 塔尔斯道 他在开始编行业指数了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对吧 就开始大量的产生了平均指数 平均价格 行业指数 对吧 都是从他这个时代开始 他就开始做了 你知道后来编行业指数 都是通过什么 都通过计算机 那个时代他没有计算机 他自己认为平均价格非常重要 他自己编了一个平均价格 你们有他努力吗 你们别看他能够赚到赴可帝国 他是胆子大吗 他仅仅是胆子大吗 你们会说这个东西 我自己觉得这个平均价格很重要 所以我搞两只股票 我把它加在一起算个平均价格 你们会这么干吗 如果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没有人帮你帮你编好的情况下 你们自己会这样去做吗 会这样去想吗 不会的我告诉你 你们没有那么兴奋 那么平均价格 你知道后来产生了很多技术分析的一些东西 叫比如说道士理论叫 平均价格包容消化所有信息 你们听过这个话吗 在道士理论里面就后来再提出平均价格包容消化一切信息 没有说各股 没有说各股价格 说平均价格包容消化一切信息 再后来我们才提出整个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 就是最就是如果这三大假设你不认可 基础分析根本就在你内心就没有干不住脚 没有任何技术 技术分析三大假设其中有一个就叫 价格包容消化一切信息 简化了这个价格指的就是平均价格 就是指的平均价格 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我们那么的重视指数 我们要看行业指数板块指数 我们要看上证指数 我们要看护生300指数 等等 我们看生成指 我们看很多很多指数 对不对 包括新加坡的A50指数 什么道琼斯指数 对吧 纳斯达克指数 恒生指数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那么多枯 恒在意指数 对不对 他在那个时代开始自己编指数 是不是一个发现 这本身就是发现 但是今天这是这是一个最次要的发现 我要讲最次要的一个发现 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 就像利福摩尔这样的交易天才 他也非常的勤奋 也非常的努力 做了非常多开创性的工作 能不能理解 要学习他的精神 好不好 我希望我所有的学员 都有这样的开拓性的精神 都要努力 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可以的 包括我当年也是这样 我付出过很多很多很艰辛的努力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多少老师愿意交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知识付费兴起了 只要你付得出钱 就有大神有牛人愿意交 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愿意付钱 就愿意交 这是知识付费 这个趋势带起来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看上面 这个东西 他趋势进行了分类 下面又进行不同颜色 对吧 好 这东西我直接帮大家解读了一下 我把它我把它画成大家都能够懂的 大家都能够一下搞懂的语言 就是这三张图 就这三张图里面的价格 这三张图它到底记录了个什么 我没法把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记录图有十几张啊 十几页 我把其中三页拿出来 给大家画成了你们都能够理解的图形 你们就懂了 因为你平时都是看K线图吧 我画成图形 我来告诉你们它到底在记录什么 好不好 好 注意看 它刚才的三张图 它刚才的三张图 事实上就在记录 这个东西 它记录的就是这个东西 怎么记录的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刚开始呢 刚开始呢 是一段这个下行的一个结构 对吧 一个下行的结构 然后呢 价格在下跌的过程中有一段反弹 就是这个蓝色之后啊 有一个反弹 你注意看 它做了一个处理 就是它自己做了一个处理 我们首先说一下第一段啊 我们首先说这个第一段 就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这第一段到底记录是什么东西 注意 它在这个下跌过程中啊 这个下跌过程中 只要这个反弹 这个反弹 就这只股票 对这只股票而言 对这只 价格大概在40到60块钱的这个股票 对这只股票而言 它这个反弹啊 像这个反弹啊 它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反弹没有记录成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这个没有呢 没有变成这个颜色呢 我这个颜色表示的 就是这个自然回生啊 就是这个自然回生 就是这个自然回生 就是这个自然回生是怎么记录出来的 这个自然回生这一段是怎么记录出来的 你们谁知道 就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段不是粉色的呢 为什么这一段不叫自然回生呢 为什么这一段不叫自然回生呢 谁知道 来你们猜猜 我画的这三个圈圈里面 为什么不是粉色 为什么不是自然回升 谁知道 他在写这个自然回升的时候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反弹 我们把这是下跌趋势 我们把当然反弹 这个反弹 只要不超过六块钱 六块钱 只要不超过六块钱 比如说这个反弹 只是反弹了三块钱 这个反弹反弹了三块钱 这个反弹从这里反弹了这里 反弹了六块钱 在六块钱以内 他都不记录 就不记录 不记录到自然回升 一个都不记录 只有反弹超过六块钱之后 他才一个一个记录 这个数字 你看他那个表格数字里面 不是所有的数字他都记录 他只记录非常有意义的数字 把它记录到六个栏里面 这六个栏目里面 把它记录到这六个栏目里面 记录非常有意义的数字 没有意义的数字 他不记录 像这种反弹 这种反弹只要不超过六块钱 他不记录 超过六块钱之后 每创一个新高 他都记录 超过六块钱之后 每创一个新高 他都记录 那么记录的过程当中 他就都记录到这个自然回升这一栏 记录到这个自然回升这一栏 好 比如说这里从这里反弹 反弹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反弹结束了 开始下跌了 下跌的过程中 前面六块钱 就是从65跌到59 从65跌到59 这段时间他都不记录 都不记录 当他跌到59以下的时候 当他只要跌破59 他就在65这个位置 下面画一个横线 注意这个过程 你们听清楚 从65跌6块钱之后 就跌不过6块钱 没有跌过6块钱 他不记录 他这上面不画横线 他都记录每一个新高都记录 但是不画横线 只有在这里向下跌过6块钱之后 比如跌到59以下之后 他才在65画一个横线 那么画横线的意思就是表示这个价格非常的重要 好 跌过59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 只要不超过前面这个第一点 只要不超过前面这个第一点 这一段 这一段 他都记录到自然回撤里面去 都记录到自然回撤里面去 然后这个继续下跌 跌过这个低点 跌过前低之后的这部分 他就开始进入下跌趋势里面去 绿色的嘛 看到没有 这一段就记录在下跌趋势里面 下跌趋势里面每一次反弹 只要不超过6块钱 他都不记录 他都只记录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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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又反弹 从跌到48.5 跌到48.5之后 反弹 超过6块钱 这还是超过6块钱之后 他又开始记录到自然回升 又开始记录到自然回撤 依此类推 跌到涨了62 再下跌 跌6块钱 比如说跌到50 56 跌到56以下 他就开始记录了 56以内都不记录 56以下就开始记录到自然回撤 就这一段又是自然回撤 同样的跌破前低 只要跌破前低 他就记录到下降趋势里面 这次又反弹 还是6块钱 这6块钱里面不记录 6块钱以上 跌到自然回升 回落 还是同样的 回落6块钱之后 这个地方划一个横线 那回落6块钱之后 划一个横线 下面也是一样的 涨过6块钱之后 下面划一个横线 涨过6块钱之后 下面划一个横线 好 这样下来再跌 还是一样的 这一段归到自然回撤 这一次自然回撤 你注意 这一次自然回撤 他没有低过38块 看到没有 他没有低过38块 所以没有出现绿色的 他直接反弹 反弹了45 超过6块钱之后 就记录到次级回升 注意这是第一次出现次级回升 之前没有出过次级回升 因为这个回升叫自然回升 就第一次这样反弹 叫自然回升 第二次再反弹 叫次级回升 次级回升之后 次级回升直接跳到51 51超过了49 51超过了49 又归类到自然回升 然后到54之后 到54之后 第一次出现上升趋势 这个图里面完完全全 完整的记录了一次 从下跌趋势到跌不动 到最后转换为上涨趋势 他的认定的法则 是不是这样 他的认定的法则 好 这里面 我讲这个过程 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讲这个过程 你们先要理解 接下来是我提问的时间 能不能理解 这个过程能不能理解 有没有什么疑问 来 现在说 这个过程能不能理解 有什么疑问 没有疑问是吧 你们互动不积极 那么你们学习效果肯定会降低的 是不是都没听了 是不是都直接挂线 然后准备听回放 为什么是六块钱 我问得好 为什么六块钱 能不能是七块钱 一贤 我问你能不能是七块钱 吴斌 我问你能不能是七块钱 六块钱 就是利福摩尔本人在当时 认为六块钱可以过滤掉正常的反弹 超过六块钱之后 他认为不正常 他认为不正常 我现在让你们理解 我刚才说这个过程 能理解之后 我再问你问题 我再来讲 好不好 好 我就知道你们最要 最要问的就是一个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六块钱的问题 对吧 他这个六块钱 我就问你 能不能是五块钱 能不能是七块钱 都可以 听我说 都可以 只是他对于这一只股票而言 他说这只股票 我认为六块钱 大概率就能够过滤掉一些 微小的反弹吧 对不对 我就可以是过滤掉 这样子的一些 小的反弹吧 我认为六块钱 就可以过滤掉这些小的反弹 不记录我们的吧 然后六块钱以上的 我认为反弹过高了 对不对 那么 实际上 你要简单理解就是 他大概用了一个10% 5%到10% 就是说 反弹超过5%到10% 我认为 趋势有可能发生变化 或者说这个反弹不寻常 要记录 要跟踪 能不能理解 然后六块钱以内的 就是5%到10%以内的小反弹 我们通通都不看 因为他改变不了趋势 当这个反弹超过5%到10%之后 我认为他有可能改变趋势 所以我开始跟踪他 这是他理解的一个 用了一个六块钱 能理解吧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用六块钱 能不能理解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用六块钱 你可以所有股票都用10% 或者都用8% 都可以 能理解吧 主要的不是学他用了几块钱 是学他在思考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思考 为什么要这样去思考 他用了这个东西来过滤掉小反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 刚才有的朋友提到一个什么 刺激回升 没明白 为什么不是自然回升 刺激回升 就这一段啊 等一下啊 就这个 这个刺激回升 他没有把它 为什么不是自然回升呢 为什么这里就是刺激回升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来评论题告诉我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这一段 不是粉红色 不是自然回升 而且把它归到刺激回升 为什么 有个朋友说是 低于前高 价格没有超过 49 不是啊都不是 不是低于前高 是高于前低 是这个东西 你注意看 是这个东西 是39 高于38 是这个39 高于38 39高于38 也就是说没有创新低 价格 这个股啊 没有创新低 再反弹起来之后 就不能是自然回升了 这个不自然 这个回升自然吗 自不自然 因为一般的啊 正正常的 我就给你们用现在的理论来讲 正常的下跌 反弹 对吧 然后再这样 再反弹 这个叫自然的 这个反弹就是自然的 这里面的上涨都是自然的 叫自然 叫自然回升 我在问你 这个叫自然回升吗 这个叫自然回升 对吧 然后 这个叫自然回升吗 你们觉得 这一段叫自然回升 这一段还能不能叫自然回升 这是一 这是二 这个叫自然回升 这个自不自然 这个对于一个下跌趋势而言 这个二这个回升 已经是不正常了 有一点不正常了 是吧不是 你们能不能区分出一和二 它的不同 能不能区分出一和二的不同 能不能 为什么是六元 六元就是一个规定 就是刚讲过了 六元就是一个规定 你可以在你的股票里面规定五元 规定七元 在另外一只一百块钱 价值一百块钱的规定 股票里面你规定十元都可以 所以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们能看得出 一一 这个反弹跟这个反弹是不一样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这个反弹叫自然的正常的反弹 这个反弹就已经不正常了 因为正常的反弹应该创新低之后再反弹 你在没创新低的时候 就像这样 没创新低之后就反弹 是不是就不太正常 所以这个反弹的性质 跟这个反弹的性质 它是不是就不一样 能不能理解 来告诉我都要回答 你们不回答的课程没法继续下去 因为就是为你们讲的 这次课程人不多 就是为你们这些人讲大概就40多人 不到50个人 就是为你们50个人讲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段跟这一段不一样 能不能理解 好理解 理解 理解了可以 理解那不一样 利弗摩尔就把它归类到不同的类别里面去了 看到没有 前面就归类到自然回生 后面就叫次级回生 只要出现次级回生 大家想想 只要出现次级回生 是不是越来越有可能转世啊 能不能理解 好 为什么48以上又是自然回生的 这是下一个问题 我正要问你们的 好不好 来 注意看啊 它为什么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 它规定了一个 它规定了一个自然回生 这一段为啥是一个自然回生 你们觉得 超过前高 那51也是超过前高 51也是超过前高 为什么51这个点 没有归类到上升去是红色里面去 而是粉色 为什么 好 我问大家 平时你们做交易的时候 难过盖住啊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平时你们做交易的时候 比如说这样 假如说你想做多 现在啊 加油到这来了 假如说你想做多 刚才那个图有点像这个啊 假如说你想做多 现在这样突破了 这个位置 进不进 这个位置做不做多 你们做不做 你做了之后有什么顾虑 我现在没有推崇说 利福摩尔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我们现在不评判对还是错 我现在需要大家跟我一起了解 利福摩尔是如何在理解当时的行情 他是如何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他在记录什么 他在干什么 我们先不评判 他做的对不对 我们先理解他在做什么 好不好 对邓伟金说对了 这个位置你直接追进去做多 你担不担心他假突破呀 我们在实际交易中 有没有这种茅次啊 有没有这种茅次啊 就是像这样收一个k线之后 然后收一个剧场的上影线 看起来突破了 然后又回来了 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没有 跟着我的思路走 跟着我的思路走 好不好 一定要跟着我的思路走 你们担不担心 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茅次 这种假突破 我们通常称这为假突破 对不对 有对吧 好 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假突破 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种茅次啊 就突然上传之后又回来 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 说说你们的办法 说说你们的办法 等对不对 等到再突破高一点 对不对 多看几个k线 对 生命在运动 周振华 邓伟金 你们说的非常对 等 等什么 等涨一天 我先跟你确认了 比如当天 你这个k线一直涨 一直涨 我都不动手 我等你成行了 我等你成行了 我等你稳定了 对吧 我等你确认了 或者 或者这样 你这样弹下来 再这样 再上去 对吧 我这里有突破 你这里突上去 我担心你又回来 我担心你盘中回来 对吧 我就一直等 好 收盘了 收出一个大阳线了 这个时候他认为 确认了 我在这里再做 那么 这个价格可能是48 这个就前一天 这个价格 可能是48 这个高点是49 涨到这来的时候 是54 在54这里可以买 在54这里 他认为 不是说我认为 利弗摩尔认为 等你涨到54 我再动手 中间我不动手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这样子的 这个位置 对吧 你突破了 但你突破的不够高 然后你回踩了 然后又突破了 到这来 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是48 这个位置是49 这个位置是51 这个位置是54 是不是觉得在54 利弗摩尔认为 在54这个位置就更可靠 所以他会等这个54 他会等这个54 他会等这个54 才把它记录到上升趋势里面去 这个中间这一段 就是在48到54之间这一段 把它记录到自然回升 不记录到上升趋势 那么用这种方法 过滤掉所谓的假突破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来再看这个图 再看这个图 这是48 这个中间我是画的示意图 为什么一定到54呢 因为6块钱 48到54 6块钱 因为他用6块钱这个幅度 强行过滤掉那些假突破 能不能理解 我们不谈他好不好这种方法 我们先不谈这个 我们先看看 他在100年前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他在如何去思考 他在想什么办法去解决 我们想这个 跟我想这个 跟我一起想这个 100年前他碰到的问题 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觉得这个位置突破 老是有假突破 老是有回撤 老是有回踩 甚至当天就反回来 甚至反回来直接下跌的 像这种 比如说这种 还有一类型就是这样 长上去 很多 等一下 很多 这样长上去直接跌下来了 他用这种方法 去过滤掉种种这种情形 对不对 他过滤掉这种情形了 还有这种 长上去跌下来 再长上去 对吧 所以他用了一个6块钱的方法 他用了一个 说你你你你 你突破的时候 我别做了 我不做了 我不追了 我等你突破6块钱之后 从48涨到54之后 我还想想一遍 6块钱不是不重要 你可以用7块钱用8块钱都可以 根据你做的品种不一样都可以 换句话说就是止损不一样 对吧 用过滤过滤的性质不一样 他用了一个6块钱 觉得你必须突破6块钱之后 我觉得更稳妥 所以他多了6块钱之后 他才把他记录到上升趋势里面去 是这样吧 能理解吗 来你能理解 扣一个理解给我 假如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继续跟着我思路走 我再问哪一个问题 这些下滑下了滑了横线的 就这个数字下面滑了一根横线的 你们觉得他是表达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对不对 这个没有横线 你们觉得这个横线表达什么东西 他通过这种方法居然 他在干什么 他找出这个横线这个数字 是什么东西 来告诉我 他问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下滑线 他在找什么东西 在没有图表 没有K线图 没有电脑的时代 他通过数字 通过表格 他在找什么 来告诉我 他在一百年现在找什么 他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什么 他在找 这哪里找均线吗 这些点都是什么东西 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现在画在图上 你们当然看得出来 在没有图表的时代 他在找什么东西 你想想看 你现在有图 你当然看 你先来就这个图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 我圈出来这五个点 是什么东西 还经常点 还趋势线 还均线 你们要把我气死 真是 这个叫风 风 像一个山的风 这叫风 这个叫谷 谷 谷 他在找谷 这是谷 对不对 这叫风 对不对 三个风 两个谷 是这样吧 他在找 风和谷 是吧 他在找风和谷 注意 风和谷本身就是一种形图形概念 就是你看到一个山 他就有个风 对吧 下面就有谷 山和山之间就有谷 所以你看到了图形才有 但是他在纯数字 纯数字的时代 他已经知道了风和谷的重要性 他在找风和谷 而且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他为什么要超过49之后 就开始把它变成上涨趋势了呀 为什么超过49呢 再比如说这个图 在这个位置 我就这么说 在这个位置 他如果要画出上涨趋势 他是不是要超过这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应该在 比如说这个65或者64 加6块钱 比如说70块钱 就是在这一带 那么冲到70的时候 他是不是开始就变成红色了 70这个数字 是不是一定是红色 对吧 这个叫什么 风啊 就是一个上涨下跌趋势的 判断 他用的就是风和谷来判断的 当前是一个上涨趋势 还是一个下跌趋势 他就是用的风和谷在做判断 能不能理解 来回答我 在100年前 这一位交易天才 通过纯粹的价格 发现了趋势 并且他认为趋势的认定 是以风和谷的排步关系来认定的 能理解吧 能理解打一个理解 好不好 我还有问题 不要急 不要急 我们一个一个来 好 他是用风和谷的排步来认定的趋势 那我问大家 那我问大家 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用这个风来认定趋势呢 为什么这些风不能用来认定趋势呢 这也是风啊 这也是谷啊 这也各种风啊 谷啊 风啊 谷啊 对不对 这也有很多风很多谷啊 为什么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认定趋势呢 来告诉我 为什么 他为什么只记录了65呢 62呢 49呢 他为什么这些小的风和谷都没有记录呢 刚才讲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风和谷 他不是普通的风和谷 对不对 这些风和谷不是普通的风和谷 因为这里面风和谷太多了 他单单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 把65 62 49 48.5 38找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39他都没找出来 你注意这个39他都没有放进来 是这样吗 所以 我们刚才说了一句叫 他试图在用风和谷的排步判断趋势 他在用风和谷的排步来判断趋势 但他没有用所有的风和谷 只选了一部分风和谷的排步来判断趋势 是吧 他没有用所有的风和谷来判断趋势 他只选了一部分风和谷来判断趋势 那这一部分风和谷我称之为叫同级别 同级别的风和谷 他用六块钱这种方法过滤掉了他认为不在一个级别的风和谷 他认为这个风和谷至少要有左右各六块钱 就是这里要有六块钱 这里要有六块钱 这里要有六块钱 要大于这边要大于六块钱 这边要大于六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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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要大于六块钱 这个级别 就相当于这个山峰 山峰的左边要是六千米 右边也要是六千米 才叫一个同级别的风 能理解吧 所以他在试图找什么 用同级别的风和股 在判断趋势 慢慢的说到核心了哟 慢慢已经说到核心了 到明天的课程 我们就进入同级别风和股 什么叫同级别风和股 如何判断同级别 如何判断同级别的风和股 判断出来之后 如何通过他的排布来判断趋势 是我们明天的课程 我现在只是让大家知道 这位交易天才在100年前 他通过纯粹的数字找到了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他通过 同级别的风和股 在判断趋势 好 下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仅仅是同级别风和股 我问大家 为什么这个39 不能放到同级别的风和股里面去 这边也有6块钱以上 这边也有6块钱以上 那为什么这个39下面没有划横线 为什么这个39没有划横线 对吧 我们刚刚说同级别风和股吗 按理说39应该是同级别风和股 它应该属于同级别风和股 它这边也是6块钱以上 6块钱以上 规模应该也跟其他差不多 应该也划横线 但它没划 对不对 没划横线 没创新低 对不对 所以说同级别风和股 是不是还有一个条件 大体上应该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对于一个下跌趋势而言 同级别的风 同级别的股 就这个股啊 它还有一个额外条件 就是你得创新低 你不创新低 我不能跟你划横线 你创新低 我才可以划横线 是这样吧 它不是下降 依次下降的股 因为这个48.5到38 它是下降的 对不对 你下一个一定要比38低 我才记录 我才划横线 你只要不比38低 我就不能划横线 对吧 那么只要这个股 没有划横线 就是对于一个股 而言没有划横线 就意味着 它的股在抬升 而没有下降 它的股在抬升 就说明情况有变 这是有变 情况有变 或者趋势有可能变化的 第一个征兆 就是股在没有抬升了 股在没有下跌了 没有下降了 对吧 这是变 行情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第一个特征 它记录了 你就发现 这个股 跟这个股 居然没有划横线了 比它有变化了 对吧 有变化了 这是第一个征兆 对不对 第一个征兆 第二个征兆是什么 第二个征兆是这个反弹 这一波反弹 已经不再是自然回升 而属于次级回升了 就第二次回升 这是第一次回升 这是第二次回升了 对吧 次级回升 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什么 突破前高 而且突破前高 达到一定幅度 突破前高49 达到一定幅度 这个幅度 它认为是6 达到一定幅度 就正式转为上涨趋势 所以你看 一个下跌趋势 转为一个上涨趋势 它观察到四个现象 四个 这是第一 这是突破这个 是第三个 达到一定幅度 是第四个 四个现象 也就是说 它通过四步 来判断趋势 有没有发生变化 通过四步 来判断趋势 有没有发生变化 这四步哪四步呢 第一步 同级别的 对于下跌趋势而言 同级别的股 不创新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 现在发生的是次级回升 而不是自然回升 发生次级回升 第三 价格突破前高 第四个 达到过滤条件 达到假突破的过滤条件 四个 对吧 我们不评判 它一百年前 这种技术 是不是还有改进 还有提升的空间 当然是有的 因为一百年来 我们肯定是技术上 是不断精进的 对不对 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理解 也是越来越深入的 但是你要知道 它仅仅通过这一些 我们现在看起来 很容易理解的发现 它就创造了 富可敌国的财富 那就说明 而且是四次东山再起 那就说明 它的这些发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不是具有长期性 具有基础性 具有很核心的地位 如果它发现东西 昔之末节的东西 它不可能屡次 在东山再起 不断的重复 因为有些东西是没法重现的 有些东西是 今年比如说 比如说棉花曾经大涨暴涨之后 后来很多很多年 就不可能这样了 那是碰运气 碰运气能够在一段 因素特别满足的时候 它挣了一大笔 它胆子也比较 它挣了一大笔 但是它后面就没法重现 没法复制 如果是这种情形 就说明 它的体系本身 需要 就是不具有核心性 不需要稳定性 不具有基础性 而是具有很高的偶然性 它才没法复制 但是利弗木尔是 无数次的复制 而且在他 去世以后的一百年来 他的无数的信徒 都赚到了很多钱 就说明 他的这一个发现 最原始的发现 是很很重要 很重要的部分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发现 看起来简简单单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看看还有什么 没有说清楚的 好 这只是一段 三页纸 一段 就他刚才那个三页纸 一段的内容 那么后面还有 当然还连续的 对吧 然后从上涨转为下跌 你们有空 自己去推倒 自己去画 自己去画 对照那个表格 自己去画 好吧 我就直接跟大家讲到这个部分 讲到这里 抛砖引玉 让你们去理解 他发现了 趋势是怎么一回事 趋势是如何定义的 趋势的转折 是如何定义的 趋势的持续 是如何定义的 都包括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已经给出了 我们关于趋势的定义了 或者叫趋势的判断方法了 那么具体的趋势的定义 趋势的判断方法 我们是明天的课程再讲 我们现在只是引出来 我们在交的趋势的定义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海桑独创的 是我们投机界的鼻祖 利福摩尔就已经发现了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没有去深入的研究他的交易 我们 我现在可以看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很多 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 从这里开始 当我讲了这么多之后 我们应该看到得到一些部分的一些结论 或者部分的一些启发 我做一个小的总结 就是利福摩尔到底发现了什么 第一个 他开始用同级别风和谷判断趋势 虽然他的同级别还在我眼里 显得还略微粗糙 就他认为的同级别 其实还略微粗糙一些 比如说你用六块钱 这种方式 简单粗暴 粗糙了一些 但是他已经在尝试 他在他的理念里面 他开始尝试用某种方法去寻找同级别 他在寻找同级别 这件事情很重要 他发现了同级别 在用某种手段去寻找同级别 我们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至于他的方法好不好 科不科学 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是划时代的 在现在我们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 第二点 他用指数在验证趋势 用指数验证趋势 他看了一个美国钢铁 觉得不过瘾 觉得可能没有把握 他搞一个薄地横钢铁 也一起看看 再搞一个组合价格 一起看看 看是不是都是上涨趋势 组合起来 是不是上涨趋势 如果组合是上涨趋势 个股也是上涨趋势 他觉得更有把握一些 就好比说我们看到一个行业指数是上涨趋势 然后在这个指数里面 挑一个上涨趋势的股票 更有把握一些 在一个上升的行业里面选股票 当然更容易选到啊 是这样吧 所以他用指数在验证趋势 后来这一个规则 或者这一个发现 被道士理论发扬朗大 道士理论有这一块的详细的阐述 对吧 好 从这个理论里面 我们还得到后面两个 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说 我这里抛砖引玉 就是下跌不等于下跌趋势 下跌不等于下跌趋势 上涨也不等于上涨趋势 怎么理解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 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在看的 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看的 只要开始这样的上涨 老师 上涨趋势 做多 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了 就拼命要做多 天天想做多 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就要做多 这个是不是上涨趋势 不是上涨趋势 在这个级别里面不是上涨趋势 能理解吗 在这个级别里面不是上涨趋势 这个是上涨 但不是上涨趋势 因为上涨趋势有上涨趋势的定义 利福摩尔也没有把这一段 归类为上涨趋势 你注意看这个粉色的 它有没有归类在上涨趋势 它归类的叫自然回升 它在一百年前就把这一段 当成自然回升 而没有把它当成上涨趋势 而且这个归类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 你看这个东西它证明过没有 它不需要证明的 这个非常重要 它这个反弹过程当中 它没有经过任何证明 它不需要任何证据 它都把它假定是一个自然回升 而不是一个上涨趋势 是这样吧 直到什么 直到这个回升超过了前高 才有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上涨趋势 只要没超过前高 它都把它天然的假定为一个自然回升 就是我们说的反弹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正常的反弹 对吧 所以这个上涨 它就没有把它认为是一个上涨趋势 同样的下跌也是这样 这个下跌 比如这一段下跌 它没有把它归类到下跌趋势里面来 也包括这一段 它没有归类到下跌趋势里面来 对不对 它归类到自然回撤 这个归类是自然回撤 对吧 没有归类到下跌趋势里面来 反过来老师白银的空单就是验证了下跌趋势 没错 说的很对 这个时候你们谈到了这个 我把这个单子放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例子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空单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做空单 因为它就是下跌趋势 它不是上涨趋势 这个图截的有点小 它前面是一段长长的下跌 你要注意 它前面是一段下跌过程 那么现在在这一段上涨 我不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上涨趋势 为什么 因为前高在这里 前高没过 它一直你要天然的认为 它是一个下跌趋势 这个上涨只是叫自然回升 这个上涨就叫自然回升 如果在利福木尔里面 它从这个位置涨到这个位置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是10%的话 那这个地方它当然是8%到10% 对不对 大概300块钱吧 300到400吧 你这么来说吧 300到400 也就是说从4000涨到4300 或者4400 当然我这是夸张了 你用这个幅度没有那么大 这个地方你用个5%吧 4200吧差不多 你用4200 这个涨到4200 这一段像这一段它就会把它记录到就4200以上的部分 这个4000到4200它不记录 这一段它根本就不记录 4200一过它就记录到自然回升 这就叫自然回升 不是上涨趋势不能做多啊 不是上涨趋势不能做多 这一段都要记录到自然回升 而是要寻找机会做空 能不能理解 所以我在这一天做了空单 我在这一天4595这一天做了空单 对吧 好 我今天在群里面发过的啊 发过的你们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下跌不等于下跌趋势 上涨不等于上涨趋势 好好理解这句话 慢慢的你就能够理解 我们后面要讲的精髓 就是趋势的判断方法 趋势的定义 其实现在你们已经有 开始有能够理解了 已经知道趋势该怎么去判断了 只是有很多细节的问题 你们可能还有点迷惑 那是我们明天的课程要讲的内容 我现在只抛转于把你们引进来 入门嘛 把你们带进来 带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上来 叫入门 对吧 进入这个门